大家好,我是波卡多 龍珠在1993年 七龍珠Z燃燒把熱戰烈戰超級戰裡 出現了一名超強的反派 沒錯,他就是名字由綠花椰菜而來的 布羅利 這位布羅利跟龍珠超的那位 雖然名字一樣 但人物設定上卻是不太相同的 因此需要分開來看 而這位布羅利在龍珠劇場版的最後雖然已經死透 但可能由於他的人氣太高以及知名度的關係 使得他跟黑悟空一樣 在龍珠英雄裡卻是很活躍 並有著很多新的變身 那麼這次就讓我們來回顧這位人氣挺高的角色布羅利 他在劇場版以及龍珠英雄的動畫和漫畫中 所有出現的形態吧 那就話不多說,開始囉! 一般形態 為原本的樣子 在熱戰烈戰超級戰中 一般形態的時候他還有帶著限制器 而到了危險雙人族裡則是沒有 他原本的樣子與龍珠超版的布羅利相比 頭髮是屬於中分 平常樣貌沒有酸氣時看起來較無辜 但憤怒起來感覺比超版的還要猙獰呢 另外他在他父親的回憶中 在一般形態下還有以豎起頭髮 出現狂暴攻擊的樣子 有點類似超賽擬態 但這套中並沒有寫這超賽擬態 所以我就不特別拉出來說明囉! 超級賽亞人 布羅利所變身成的金髮的超賽 所次出現是在熱戰烈戰超級戰 他父親的回憶裡 而這個一般的金髮超賽 後來再次出現 則是到了另外一部劇場版 危險雙人組中 當時已經沒有限制器束縛的布羅利 是以金髮超賽形態登場 並用這形態強壓當時的霧天及特南克斯 超級賽亞人限制形態 這是變成超賽後頭髮是藍綠色的樣子 首次登場是在熱戰烈戰超級戰裡 雖然設定集中也寫這形態是超級賽亞人 但可以推測的是 布羅利是因為限制器被限制住的關係 才會有法射的差異 當時這個形態的布羅利登場 就有強烈的壓迫感 整體的強度是王子達爾 都無法傷及他半分的 傳說中超級賽亞人 這是舊版的布羅利才有的變身 是他變身成超賽後所進行的第二階段變身 變身後身體的肌肉會膨脹 身形變得較大 眼睛則是變成大部分的時間都只剩下眼白 在劇場版《熱戰烈戰超級戰》裡 這變色頭髮是為黃綠色的 但站在危險雙人組中 頭髮則是呈現金黃色 而這形態布羅利是只要一登場 都需要眾人合作才能將他解決 不然一對一的話幾乎都會被碾壓 生化布羅利 劇場版《超戰士奇破裏》 用原本已死的布羅利的一滴血 所克龍出來的布羅利 原本在培養草裡 他看起來是正常的 但準備啟動復活之際 他卻變成超賽 衝破培養草後 獨佛的包圍壁 就變成了這個身體潰爛 卻有著超賽頭髮的生化布羅利 這個生化布羅利 身體還十分的結實 面對18號的攻擊 都不為所動 還能輕易將他打倒 並且攻擊破壞力也不容小覷 只不過超賽霧天以及小特 還是可以對付他 但有點吃力就是 據大化生化布羅利 在培養液吞噬了 生化布羅利的細胞後 吸收融合下 真化布羅利所形成的形態 其樣子更加巨大 只不過他只有出現一下 並且因為海水直接凝過的關係 馬上就被打倒了 布羅利神 這是在日本才有上映的 4D劇場版 奇隆珠Z超天下第一舞蹈會中 所登場的布羅利新型態 樣貌是與超賽3類似 但卻有眉毛 而且有較長的瀏海 其整體的戰鬥力 是遠遠超過於 超級賽蘭藍的悟空以及達爾 暗黑布羅利 這是龍珠英雄漫畫 《暗黑魔界篇》中 布羅利首次登場的樣子 是皮膚較黑 超級賽蘭式的布羅利 加上暗黑龍珠 與戴上假面的形態 其超強的戰力 能讓在場的人都無法阻擋 是需要時空巡邏隊的悟空 變成超賽士 以及米拉與托瓦合體 才能與他一戰 暗黑布羅利復活 這是在龍珠英雄 《暗黑魔界篇》漫畫的後期 所出現的形態 指著布羅利還是皮膚較黑的超似模樣 但卻沒有戴著面具 而且身上也沒有暗黑龍珠 《超級賽蘭式》 雖然龍珠英雄動畫宇宙創成篇裡 布羅利出登場 是傳說中超級賽蘭的樣子 但在漫畫版宇宙大霹靂任務中 則是以超級賽蘭式之之現身 而這也是首次與純粹的超賽士登場 布羅利的超級賽蘭式 與悟空他們一樣 有著紅毛以及黑長髮 但樣子卻明顯比悟空他們壯碩許多呢 《超級全能賽蘭式限界突破》 在龍珠英雄中出現 使布羅利亂入福與達洛特們的戰鬥 在遭受到超級全能賽蘭式限界突破的達洛特攻擊後 布羅利便憑一己之力 將力量提升所達到與達洛特相同境界的形態 周圍出現了紅色的氣息 戰力也更大幅的提升 由於他是不靠他人直接強行突破變身的 也讓當時的達洛特十分的吃驚 而這形態的布羅利戰力爆發 一舉就壓制了兩個達洛特 導致福還可以抽身去執行自己的計畫 超級全能賽蘭式限界突破強化 這是在龍珠英雄十隻界王神篇中出現 遊戲中一樣叫這形態為 超級全能賽蘭式限界突破 但還是有些不同 這邊就以強化來做區分 是成為暗黑王的德米古拉 將力量給予許多反派後 布羅利因此獲得了強化形態 整體力量感覺起來 是比之前的超賽式限界突破更加強大 其樣子與之前相比 身上的黑紅色氣焰更加明顯 眼睛則是一直呈現紅光的狀態 這篇章中他是對上了時空巡邏隊的 超級全能賽蘭式限界突破的霧達爾 雙方打鬥算是激烈 雖說如此 但霧達爾可是打得一派輕鬆 布羅利則是看起來有些猙獰呢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整理 除了以上這些 其實遊戲中布羅利的形態也還是有很多 這裡就快速帶過 分別有 巨猿 超級賽蘭2 超級賽蘭3 破壞王布羅利 超級賽蘭4全能型態 與悟空融合的卡羅利 和極惡化的布羅利等 那以上整理的布羅利的所有形態 不曉得各位對哪一個最有印象呢? 歡迎在留言跟我說囉 我是波卡多 喜歡我影片歡迎分享或訂閱 播開影片就下次見囉